三、二、一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三年快乐 三年快乐 当2021年迈入最后一分钟 璀璨的烟火伴随着柴克夫斯基的1812序曲 与维港两岸的夜色交相回应 岁末年初 一场香港跨年音乐会点亮了冬日的维多利亚港 成为香港旅发局在疫情下首次恢复举办的实体跨年倒数城市 三千多名香港市民一起迎接新年的到来 也向全球观众展示香港跨年盛况 据统计 有约24亿人次在线上观看了这场演出 为音乐会线上压轴演出的 正是文明业界的香港管弦乐团 作为乐团首席客席指挥 资深指挥家于龙带过许多名家乐团 也参与过不少全球演出 但参与这次跨年音乐会的经历却令他难忘 第一次参加香港这样的情况 我想在疫情期间特别的不容易 感谢所有的组织者 也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我觉得香港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城市 也是一个给予世界的窗口 让世界了解中国 了解香港 了解亚洲 也是让中国 大陆 香港 亚洲 也是通过香港也在沟通的世界 根据了香港的融通中外 河壁东西的文化特性 近30年来 香港管弦乐团 发展成为汇聚华人 与海外音乐精英的杰出乐团 吸引了世界级的艺术家同台现役 通过每年150多场的演出 为20多万乐迷奉上音乐盛演 2019年的英国伦敦 《留声机》杂志颁奖典礼上 香港管弦乐团力压群雄 荣英年度管弦乐团大奖 这也是亚洲乐团首获殊荣 我大概很少看见有一个乐团 在全世界实际上 它基本上一半是 是欧美的人 一半是亚洲的人 包括有法国人 有英国人 有美国人 有意大利人 有各式各样的人总都有 大陆的 香港的 这个海外的 然后这个日本的 韩国的 这么一支乐团在一起 能变成了一个世界上的 所有乐团里面的一个佼佼者 而且成为世界上顶级的乐团之一 这也是浓缩了一个香港 这个城市的一个 特别具备鲜明特点的 一个城市特点 香港就是这么一个城市 它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 都吸引进了这个城市以后 又把它变成了 每个人在城市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作为乐团的灵魂人物 雨龙坦言 将五湖四海的文化 融于一个乐团属实不易 但也别有秘心 非常难 因为为什么呢 每个人 他的生活习惯 他的这个艺术表现力 这个各方面 都有自己的个性的 那有个性 在自己又变成一个群体 第二个团团团 大家在一起合作 最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叫聆听 如果他相互之间不聆听的话 他是奏不出美妙的音乐的 其实我觉得 这个社会也是同样情况 相互之间 要能聆听 要能倾听 然后大家互相尊重 才会有一个和谐的社会 所以乐团就是个 最典型的体现的例子 学会尊重 互相聆听 中外音乐人之间 资深音乐人 与青年乐手间的交流 也让这个乐团 更为多元和国际化 对于这一点 已在乐团中演奏 14年的内地青年小题 亲手王亮深有体会 那可以用这个小联合国 来形容我们团 因为我们团的人员 构成非常的丰富 举个例子 比如我们要演奏 一首法国作品 那在排练的时候 我就会下意识去观察 我的一位法国同事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对作品特别的了解 然后当他自己 有solo的时候 会非常的自信 对我来说 可能我们的演出曲目 更注重中西结合 可以让我们的演技 更加的宽阔 从2002年开始担任乐团的首席场地 在澳大利亚乐手 史德林的眼中 好的音乐不分国界 来自不同背景的乐手 一同成长 磨合 进步 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美妙旋律 东西交融 五光十色 这支民洞中外的管弦乐队 历经半世纪 走遍全球 用音乐搭起东西互建的桥梁 也让全球 重新从艺术的视角 认识香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